海運三雄的財報全數出爐 受到了遠洋航線運價調漲地延的影響 那麼長榮還有陽明海運是難逃虧損的命運 另外一個廠商萬海受惠於業外收益的加持 全年EPS衝上了9毛6 去年第四季亞歐縣和泛太平洋航路運價升溫 業界日期長榮以及陽明海運本業渴望小轉 全年交出油虧轉營表現應該不是問題 沒料到漲價行動一直拖到12月中才正式上路 也讓雙兄弟四季本業依然面臨沉重壓力 一個床公司可以單獨滿足所有客人的需求 經過這種大家換艙的一個合作 甚至便宜的合作 我們提供的Service Score 包含的不管是關稿港口 還有對象的借貨港 幾乎每個港口都會cover得到 根據財報 長榮海運去年稅後虧損14.97億元 每股稅後虧損0.43元 陽明則是虧損29.46億元 每股虧損0.9元 不過陽明海運持續看好東南亞經濟成長動能 順布從4月8號開始 將在新鎮東南亞航線 力拼營運增溫 在管理的部分 在短短的一年的時間 他在國際的認證和國內認證都獲得很好的評價 相較於雙雄苦吞快損 萬海則因為短程限第四季是最大旺季 加上出售陽子江快運持股的1.8億元 以及在越南投資碼頭也有1.1億元獲利 推升萬海去年稅後經濟來到21.2億 EPS0.96元 其中第四季獲利貢獻EPS達到0.56元 不只賺贏前三季 更成為帶動全年獲利崇高的最大功成 Fresh的關於台北報導